白男子才走进医院 就突然吐血 一口口鲜血 吐不停 最后更抱着腰 贪婪躺在病床上 紧急救治 可怕场面居然是因为 一瓶冰茶惹的祸 中国大陆哈尔滨 这名38岁男子 为了消暑一口气 灌掉一大瓶冰红茶之后 竟然狂吐血 多达一千毫升 茶点丧命 索性医生及时抢救 才减回一命 医生更提醒 夏天消暑喝冷饮 要特别注意 不要一口猛灌 才不会过度刺激消化系统 但热浪席捐北半球 除了中国 美国也笼罩在高温中 不但加州内华达州等地 发生森林野火 消息更指出 全美至少55个城市 高温恐怕破纪录 包含波士顿纽约等地 将飙迫摄氏37度 西南部地区 更可能冲破摄氏43度 让民众吃不消 接下来一周 美国有将近 85%人口将感受到 超过摄氏32度以上的 炎热天气 必须补充水分 但先前也有传言 大热天中喝冰水 恐怕会昏倒 美国医师也跳出来辟谣 西瓜等富含水分的蔬果 也是补水良方 避免一口气灌下冰水 造成身体不适 就怕消暑不成 还让健康亮红灯 暂地新闻 陈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